全球发展倡议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研讨会 4月24号在福建厦门举办 研讨会以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构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的主管部门 驻华使领馆、领军企业 及相关国际组织约150名代表参加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于2021年9月份 向国际社会提出的重要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 将全球发展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 当天 与会的多国代表热议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期盼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能带来广泛的机遇 我们在很多领域 我们在教育中处合作 我们有交易学生 我们在专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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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业业业业业业业 把中国的技术拿来到美西哥 我们有很高领域的中国的技术 Psych 예비公司 benefit Internet of Things and technology many investments are moving there so I believe there is a large field of cooperation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cooperating with China and Colombia we think it's a really important partnership to bring development to not only Colombia but to Latin America as a whole so we really interested in being how we can be part of this partnership how can we cooperate how we can build bridges 让我们增加购买 增加这个新增的环境 当然 帮到中国人的最佳人 和中国人 让这些真正的专业 合作发展是当天各国代表 最常提及的话题 匈牙利经济发展部副国务秘书 萨博奇·索尔诺基 在接受中兴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工业革命时代下 匈牙利专注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成熟度 中国和匈牙利在先进技术领域 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我认为两个国家 非常有趣 保持我们的竞争性和健康 为此的目标 我们必须使用新的技术 尤其是4.0专业 我们必须缺乏绿 和新的材料 新的能力 新工业革命伙伴国家 及其他国家的产业合作交流平台 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们就叫新工业革命 它因为在这种互联互通的前提下 而且尤其在中国这种积极的代表 发展国家发声推动前提下 它的这种包容性会更广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提出 新工业革命伙伴国家 关系网络就是一个很好的抓索 如果能够把这个网络做好 做强 那么就会给更多方的国家 提供一个可抓得住 可够得着的抓索 这样我相信我们对整个方的国家的 这种整体新的这种新新国家 市场的崛起 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机会 据悉 本次研讨会共有三场专题研讨 各国代表聚焦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推动创新包容发展和深化产业国际合作